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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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阿桑 今天的公式就是要來幫我家的大大一年一度洗個澡 那晚一點再順便幫我們家的另外一支花花洗澡 說到幫貓咪們洗澡和狗狗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就我聽到大部分的狗洗澡都沒有問題 也可以用吹風機 可是貓咪剛好相反 大部分的貓都不喜歡泡在吹裡面 也不太喜歡這種玩水 更不喜歡吹風機的這種高頻聲 當然也有貓咪是超級愛泡澡的 可是我們家大大洗澡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點點害怕吹風機 所以市面上有這種寵物烘毛箱真的是有如神助 去年我就有分享過我用過了一款Pet Marvel寵物烘毛箱 今年又再推出新款就是這一款 Pet Marvel寵物烘毛箱H4 在介紹之前我們就先幫大大洗澡好了 GO 在等待大大烘乾的時間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台全新的Pet Marvel寵物烘毛箱H4 去年外觀設計就已經滿美了 那今年的我覺得又更漂亮 前面版的視野變得更大了 之前的操作是在前面 這次是把操作部分改到上面去 所以這個前面版是玻璃的 讓整個視野變得更大 那像有些品牌的寵物烘毛箱 選用的是透明壓克力 久了就比較容易有刮痕 前一代的門是從上方打開的 這次是從前方打開的 兩個方向其實我覺得都滿順手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上方的設計 上面這邊有一個設計小天窗 讓你可以打開然後去摸摸看寵物 確認有哪裡還沒有乾啊 或是可以餵小零食之類的 就不用每次確認要大開門 寵物就比較不會直接跑掉 那操作的部分也非常簡單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操作其實非常的簡單 打開電源之後呢 只要在這邊長按電源鍵 就會開機 那操作部分呢 首先前面就可以控制燈光 看你是要光亮還是不要亮 然後中間呢是同鎖的概念 你只要長按呢它就會lock住 就沒辦法按按鍵 那在長按你就可以解鎖 第三個有模式可以選擇 模式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40度 然後最大風速30分鐘 另外一個是40度風速2 然後是60分鐘 看你是想要以哪個方式 是比較弱的風速呢 去慢慢的吹 或者是比較快的去進行風乾 那選完模式之後呢 你也可以去進行微調 比如說呢你溫度最高 可以測到42度 最低呢是可以到15度 那你可以一度一度的這樣慢慢去做調整 再來風速的部分呢 它有分為四段可以選擇 一共有43211的四段風速可以做選擇 那一樣依照你想要吹的時間 以及呢你寵物可以適應的程度呢 慢慢去調整風速也是可以的 那時間的部分呢 最長可以到99分鐘 最短呢是可以到1分鐘 你就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呢 再去調整你所需要的時間就可以囉 那設定完溫度風速還有時間之後呢 你只要按一次啟動 那就會開始進行烘乾的程序囉 非常的簡單吧 官方的數據呢 最快呢是15分鐘呢就可以烘乾 當然這是要看寵物的體積啊 毛的厚薄長短程度等等 但是按照經驗呢 基本上呢在15到30分鐘之內 大致上都可以烘乾 而且一般的紅毛箱呢 只有一個馬達 黑的 Marvel H4 則是有兩個 出風的方向呢 從左右背部底部都有 那基本上是沒有死角的 再來寵物後毛箱 最需要注意的重點之一呢 就是溫度控制以及噪音值 那剛剛有跟大家介紹 操作的時候呢就有提到 溫度呢 它是可以一度一度的很精準的去控制的 那可以很精準的按照設定呢 維持恆溫 至於噪音的部分呢 我用麥克風來收音給大家聽一下 完全沒有聽到馬達的任何高頻聲音 只有風聲而已 那也可以看到我現在大大的在裡面呢 也是非常的安穩在舔毛 那沒有任何的抵抗或是不適感 要注意的重點之二就是安全防護機制 還記得多年前呢 類似的產品剛推出的時候呢 就曾經發生過寵物烘毛箱的意外 那是因為呢 機器沒有任何的安全機制所造成的 那Penor Marvel H4呢 對於安全呢是很注重的 它一共有9重的安全防護機制 像是PTC的保險師啊 電源的保險師啊 過溫的熔斷器 溫度保護開關等等 基本上只要過熱 它一定會立即斷電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先前呢 在介紹寵物烘毛箱的時候呢 最多人問到的一個問題呢 就是適合多大的寵物使用 這款Penor Marvel H4呢 內置的空間容量有68公升 建議容納的寵物的重量呢 大約是在15公斤以下 那我家的帽呢是7公斤 可以看到呢空間呢 還是綽綽有餘的 在裡面邊烘毛邊吃罐罐 其實都可以的喔 經過了15分鐘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烘乾的效果如何吧 我們來大概看一下大大的身體 基本上呢我覺得9層都已經乾了 摸不到任何就是 直接一摸濕的地方 包括像這個底部的肚子 也幾乎都是乾的 除了像這個腳部的邊邊這一種 有摺到的地方 還有一點點的濕濕的 那基本上已經幾乎都乾了 大概9層5了吧 基本上只要再烘個兩三分鐘 我就應該已經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讓它繼續進去烘吧 所以呢官方標示的 最快的速度烘15分鐘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的帽體型沒有很大 然後比如說毛比較短一點 不是長毛毛的話 基本上你大致上有把它擦乾的話 像我剛剛設定40度15分鐘左右 它就已經9乘5都已經乾了 只是那種胯下折在裡面 所以會有一點點還沒有那麼乾 不然基本上呢 是可以百分百全乾的喔 不論你家是養貓還是養狗 甚至呢是其他那種小型寵物 其實我覺得準備一款寵物烘毛箱呢 真的非常的實用 像Pano Marvel H4呢 除了烘的快 換氣量呢 每分鐘更是達到433公升 所以呢它是透過大量的換氣 再這樣精準的溫控 來達到快速烘乾 就不會讓寵物呢 待在裡面呢覺得很悶熱 而是呢 很舒適的待在裡面烘乾身體 再搭配2000萬超高濃度的這個負離脂呢 烘乾碗的這個毛呢 真的是超級柔順的 就跟你送去寵物美容店回來 那種感覺呢是差不多的喔 當機器使用完之後呢 殘留在底部的這個毛髮呢 也非常的好清理 你只要直接將這個底板呢 拆卸下來去清洗 或者是用吸塵器吸一吸 就可以搞定喔 用過幾款寵物烘毛箱以來呢 Pano Marvel寵物烘毛箱 H4的這個設計呢 真的是很棒 特別是呢 雙馬達四面360度循環吹風 再加上呢 精準控溫的這個設計 真的是烘得快又舒適 說真的 如果你冬天覺得腳真的冷的話 把這個門打開 直接把腳放進去 烘也是很不錯的喔 那今天呢 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啦 大家如果對於這款 Pano Marvel寵物烘毛箱H4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講完資訊呢 我也放在資訊欄了 我不是派電阿拉哥 下再見囉 掰掰 1 Привет 1 2 2 2 3 2 4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